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没听过这种奇怪的状况 产生一些帮我们的家居被发霉 当当时发霉 其实那些发霉产生的那些物资 其实它在油漆里面应该都传在我们头上 所以这其实是房子本身的问题并不是我 退租前普遍房客都会整户大扫除 但像是漏水或是常年累积 所谓的自然磨损到底谁该负责 自然使用下我可能就是这 墙壁就是因为久了时间 可能会变得灰灰黄黄的 那当然这样形势下 房东是没有理由请房客 把它切完全部的全新的油漆还给 接口前房东没有回应 四万多元的押镜被扣进一半 陈先生气不过PO网 提醒足足签约时可得睁大眼 三立熊过远松松上台北报道